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2号 雅士出现了回路,请看文章的第一张图 这张图是没有跌传趋势 但是距离趋势很近了 跌传趋势也不做操作 顶部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减仓 顶部结构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减仓 所以当趋势破位的时候不需要再减 保持现有的仓位即可 但是目前来讲上这指数还是比较强的 可是不能只看上这指数 我们再看一下生成指 生成指今天就跌传趋势了 这个是跌传趋势 从穿轴之后其实一直是处于调整 速度并不快 生成指的速度并不快 那边甚至没有到零周以下 也没有出现绿脚线 所以出底部的蹲花还早着了 所以生成指如果不出现蹲花消失 观望为主 耐心点吧 仍然不能排除三浪四 生成指也不能排除 我昨天说如果在这再横五天 基本上大概率就排除了 但目前来讲还是不能排除 上这五零 上这五零这个酒是失效的 这个酒也是失效的 这个酒是有效的 今天是十 但是它没有低于七的 收盘价格 九日失效 下面也没有绿脚线 上车五零出日线的底部的蹲花 至少需要两个交易日 所以呢 本周不会有结构 上车五零是在六个指数当中最弱的 但是本周也不会有底部结构 所以还是观望 创业板指数 创业板指数 日线的序列第九 这个九是有效的 这个九不知道 但是前两个九 这两个九 效果都不好 但是呢 六十度角 你看前面的这个下跌 基本上就是 六十度角 差了不少 速度上差了不少 那速度上差了 基本上就是 速度上如果差呢 基本上就是 目前来讲呢 还是 暂定不能排除 三浪五 所以呢 还是调整周期 暂定调整周期 但是一加速就下跌周期 再看下一张图 中正500 中正500的上升指数 走得很像啊 之前呢 都属于上升入期 从昨天开始 再跌了两天 更不能判定三浪五 现在呢 问题是不能判定三浪五 也不能排除三浪五 操作上呢 也简单 我们按结构 减了两成仓 结构是辅助和服务于趋势的 就等上升指数 什么时候 破位趋势 什么时候破位趋势 好吧 没有破位趋势 结构是没有用的 等到破位趋势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指数之间协调性不好 我认为呢 未来就是有部分的指数 创了三浪三 十月份的新低 也不是全部指数 就有一部分破 有一部分不破 明天的弱的指数 上升50和护山300 还有这个创业版指数 它有日线的序列低9 看看这个低点能不能止跌 但这个低点明显 级别不够好 一是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不好 只有创业版指数和护山300 有日线的序列低9 第二个分数不够 创业版指数和护山300 在过去的几次日线的序列低9 都没止跌是吧 都没止跌 所以它的分数不够 好吧 所以呢 就是明天最多是一个小低点 判断不了大低点 近期 包括本周 包括下周 没有确定性好的低点 连下周都包括 所以整体来讲 就是观望为主 能理解的打一 也不要觉得市场一定会走弱 好吧 观望为主 上升50低10没有用吗 上升50低10确实是比低7 要低一点 低10是有效的 低10是有效的 但是也是啊 这边也不大 班列书了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不好 日线的序列低9 就是低分 有低点和小低点啊 有低点和小低点 这里如果要是不跌了 假如说 后面有一个三连羊 三连羊啊 不管是这个多大的羊 哪怕是三个小羊线 它也会 大幅的降低速度 只要近期能够出现三连羊 那么基本上 三浪五的概率就不大了 好吧 三浪五的概率不大 那么什么样的概率大呢 太神指啊 神神指 这是ABC嘛 这是A嘛 然后B嘛 然后C嘛 ABC的概率大了啊 一根大阴线 三浪五的概率就大了 对 好吧 是这么回事 但是呢 我们也不太怕三浪五 三浪三都挺过来了 三浪五跟三浪三差不太多 空间上差不太多 确定性又好太多了 今天72天 第一波跌86天 今天是第二波下跌的72天 这里还不如来个三浪五 要不然还有大五 得到明年下半钱了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有三浪五 你怎么确定没有大五的 没有三浪五 怎么确定一定有大五的 对不对 有三浪五后面它也是大四呀 怎么否定大五 告诉我 没有三浪五 它也是大四啊 怎么能一定确定 后面有大五 大四还 什么样还不知道呢 所以呢 不用管耐着 我们基本上 就是按照规则来就行了 规则呢 60分钟顶部结构 我们捡了两层仓 如果跌到三浪五呢 是吧 大概就会加上去 等着吧 明天 明天因为 上车五零低时 特别板低九 或者三板低九 可能会有小低点 这里呢 还是 还是判断有一个小低点 但无法判断大低点 有确定有好的 大低点没有 我刚才的意思就是 今本周吧 还有下周 都不会有确定 有好的大低点 只能等着 过多少点 才能确定走牛市行前 你怎么也得 把长期趋势过去吧 你怎么也得 把长期趋势过去吧 长期趋势都没过 下跌趋势都没过 你怎么判断牛市行前 我身边弹股票的人 少了很多很多 吵了也不弹 是吧 你弹吗 你跟别人说 你吵不吵吗 我都不说 办的时候也不说 你能说这个事的人 亲朋好友 不是亲朋好友 你也犯不上署 亲朋好友的时候 你说这个事的 假如说你赚了 你不担心他给你接钱呢 你不担心他找你炒股 是吧 没有 你就 你就 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完了 谁也不说 大班长 这跟汇率没有关系吗 有一定的关系 哪里有脸说行情 这行情 这跟脸有啥关系 对不对 这跟脸有啥关系 谁说没必要吗 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 有啥必要吗 你就现在就很坦诚的跟他说 今天行情不好 没赚钱亏钱 有必要吗 你想跟他说什么 说你的坦诚 还是说你的真诚 人家关心吗 是不是 反过来说 跟普通的朋友说 人家可能看你笑话 跟你的亲朋好友说 人家怕你跟他借钱 你断了 他可能你怕他们管你借钱 你赔了 他怕你管他们借钱 所以你觉得有必要吗 怎么能够防止 亲朋好友跟你借钱呢 有一招是吧 先跟他们借 你先开口 狂的不好就忍着呗 你还能咋把他咋着啊 打你打不过 骂人家也不听 你能把他打招啊 挺着呗 现在就看谁把谁熬死了 正确的都是王这个 好吧 结果上课时 谁也别说话 只要你提个头 说起来就没完没了的 说明咱们思路开阔 思维跳远 海阔天空 假的了 是吧 摇 摇去世有几年了 我最喜欢的人 其中之一 还有谁 还有什么问题 等着呗 又被陷高了 实际名单了 但主要签的是对赌协议 个人 无限担保责任 两点 第一个呢 现在其实创业的难度非常大 创业的难度非常大 好吧 尽量少创业 第二个呢 你一旦融资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签对赌协议 高较南 张兰 不也是对赌协议 被踢出局的吗 太多了啊 对赌协议 把这个创业人 踢出局的太多了 但是实际上什么呀 主要我这个 当着罗友浩的面 我面对面的 问他过这个问题 就是创始人 如果离开了 这个企业怎么办 我当时还挺委婉 是吧 要我现在 比较直的 我很好奇一点 如果锤子科技 要是没有你了 怎么办 你生病了咋办 你要是挂了咋办 你说资本入局 签了对组协议 把创业人踢出去了 那很多事 这公司灵魂一没了 就没了 尤其是 这个 像这个当年 罗友浩在锤子科技 手机的那个地位 是吧 没有人能取代啊 朱销木能吗 朱销木能取代吗 维子科技那个畅呼吸 空气进化气 还是在我家派的 你们都不知道啊 拍了几张宣传照片啊 但是那个空气进化气 我现在很后悔 推荐给我的朋友们 因为他必须得买他的绿型 不买就不让你用 什么坏人 然后强制买的 对不对 绿型不好了 或者使用钱都多了 无非就是过滤性能不行 过滤性能不行 也不能反对 或强制不让我用啊 但是这个罗友浩 当时跟我说 面对面哦 他说一个企业 在初创的阶段 初中期的阶段 就离不开创始人的 任何企业可能都一样 只有到这个企业 足够强大的时候 他才不依赖于某个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苹果 苹果已经强大 离开了乔布斯之后 还能够很好 是吧 库克夏还能够很好 罗友浩前两天 又喷苹果了 说他没有创新 但是呢 每一次苹果出来 苹果13 苹果14 现在苹果15出来 都是一大堆人追随着 但是呢 我们最开始说的是 对赌协议是吧 说创业不易 第二个 不要签这个对赌协议 罗友浩呢 他就得还钱 这叫无限责任 大多数人开的公司呢 叫做有限公司 其实呢 就是有限责任公司 他跟你的注册资本 有绝对的关系 咱们学员如果有开公司 注册资本 能不放大就不放大 能使脚就使脚 好吧 那降低你大面积的风险 海南有一个 有三个公司 注册资本为 9999万 9999欧元 是吧 几千万欧元 不对 几千亿欧元 99000亿欧元 海南有一个 如果你公司沾着官司了 在你的注册资本范围内 你就要 你就要还钱 但如果你注册了10万的 你公司摊上官司了 注册资本就10万 大不了可差 股东不需要 不需要赔其他的钱 好吧 但是法人呢 需要被限制 限制高消费 限高 对吧 老赖一句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 所以注册资本 绝不是越多越好 有些人爱面子 自己没什么钱 注册个500万 注册资本的 或者是5000万 注册资本的公司 拿出去之后 你看我们的营业执照上 注册资本5000万 你需要实交4500万 如果你没有实交 他就可以上法庭去起诉你 所以呢 你注册资本5000万 你要承担4500万的 股东的连带责任 非常凶残 很多人都不懂啊 就觉得注册资本越高越好 但反正有懂的人 你别看那注册资本就10万 人家生意做得很大 10万注册资本怎么了 对吧 注册资本大有什么好处呢 没啥好处 我认为啥好处也没有 好吧 就不懂的人才会 就把注册资本搞好大 是吧 也不是实交 有些招票对注册资本有要求 那也得要求实交的 那也得要求实交 你不要求实交 那有啥用啊 那不要求注册资本 有什么关系 现在你注册公司 随便添注册资本就行了 你都不需要实交的 行了 本周大概率就是观望了 下周形成确定性好的点 也看不出来 所以本周和下周 大概率是观望为主 15点59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